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武林园露宿一宿后,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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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防火这一类的 天门山就在这个对面 但是现在下雨 然后山上起了雾什么也看不见 我是多么明知啊 跑到这来了 要不然今天下雨露营的话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这多舒服 垃圾我都用袋子装好了 先拍点岩石 刚才好好的 一会儿 就斑斑斑一片 没了 我的车就停在上面 那个雨棚下面 将骨头摊熬好 然后就能管我两天的伙食 先把水烧 就洗干净了 调到保摊状态 骨头摊熬好了 然后用这个做面条吃 再放点大白菜 这样荤素搭配的话 营养就够了 出门在外我还是不太讲究的 能吃饱就行 一块宝地 我把粘锅吃起来 可以开吃了 现在雨小了一点 然后雾也小了一点 后面 能看见 你看云海 还有天文洞 是吧 天的景色怎么样 啊 只不过这两天天气不太好 如果是晴天 这景色会不会更好 这是天文山的背面 景区在前面 对面那个方形 啊 漂亮吧 哈哈 来了有十多个小时了 就是 出来这一番 要不然一直都看不见 雾蒙蒙的 啊 太美了 太美了 好 宝紫街林场 为我们换个角度 免费去欣赏天门洞 创造了可能 林场的工作人员 对我也非常的友善 让我多留几日 等候天晴 再去看不一样的美景 这让我很感动 虽然我待不了那么久 但还是得感谢他们 湖南仅美 仍更美 为湖南人点赞 好了今天就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 评论转发 我是大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